相比起广东宏远,巴尼南兰和上海南兰对这几支在本赛季状态焕然硬心的球队,新战队和北京首歌可谓是让人大跌眼镜,毕竟就都是曾经拿下总冠军的球队,其中逝去了孙悦的北京队更是如此。 作为顶替孙悦的刘小宇,是再度成为众人的焦点,北京时间11月15号晚,是北京首钢主场迎战王志志率领的巴尼南兰,可以说在本赛季虽然教练组阵容大变和继续没有外援的情况下,巴尼南兰是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开局,但确实事实力依然略显不足,所以面对拥有2万元的北京首钢还是以11分输掉比赛。 然而虽然获胜了,但是北京首钢还是暴露出不少的问题,主将比小川的受到伤病困扰,小将王旭,张主等孙悦安敢打敢拼,但还没能夺乱大棋,所以依然是面临又人慌的局面。 其中还有一位在场的首发球员是最受争议,他就是以400万年期加盲未经队的刘晓宇,可以说当时引进刘晓宇就已经是和孙悦的位置重复了,但之后更是出现和孙悦闹交等情况,毫无疑问刘晓宇就成为球队的首发后卫。 当时在昨晚对战八一队中,刘晓宇是首发22分钟,出手5次都是全时,助攻也仅仅只有5个,尽管北京队是赢了,但是刘晓宇的状态全失也是成为重视之地。 不少球迷纷纷之言,他的表现根本就不值得400万的身价,其实刘晓宇的这个全场迷是已经并非,第一次,也是难怪受到北京球迷的不满,场均只拿到5.8分3,助攻这个数据,也是说明不少问题。 其中刘晓宇在今下,还特意的怨赴内国进行了一番操练,是将自己的肌肉锻炼成了爆炸的基本,甚至还调侃说道,如今自己已经是无人能挡了。 然而如今看来这个身体肌肉和状态球迹根本就是不一样的,不然刘晓宇也不会面临这么尴尬的局面。 相反,说道刘晓宇就肯定忘不了她的前女友,恐怕是比起陈鲁,刘妹等一众CBA太太都不弱。 没错,她就是超模钟璐纯,这一位让人记忆深刻的女神,当时和刘晓宇在一起,也是被誉为狼才女貌的称号。 但最后还是分手了,不过和如今刘晓宇状态迷是不一样的事,钟璐纯在分手之后,还是依然相当精彩,近日还不断的刷出自己的动态。 从照片能看到,如今的她是面色红润,身材也是一点不含糊,值得一说的是,前段时间的一个晚上,她是携来朝选择和网友互动聊天,并且恢复了上百个网友的问题。 基本上是从篮球到生活都是一笔回答,甚至到了凌晨还继续坚持着,其中有女网友就问道,你这样一个女超模,是穿什么衣都不胖,真羡慕。 当时钟璐纯就回答道,不,我已很烦恼好不好,就是上位太丰满,所以纯衣特别厚重。